什么?大家一定要小心狂欢乐园门口的细谜稻草人 一定要小心细谜稻草人 小伙伴们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蛋仔岛上发现了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 那个蛋饭子周边蛋神秘消失了 天天售卖蛋仔的蛋饭子周边蛋永远地消失了 小伙伴们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以前在这个摊位上有一个叫周边蛋的蛋仔 如果你见过周边蛋,那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而我让大家小心细谜稻草人其实就和周边蛋有关系 小伙伴们众所周知 周边蛋是官方认证的单贩子呀 他每天都在售卖蛋子,并且他的摊位前面 永远有一个官方最喜欢的小黄蛋 官方最喜欢的小黄蛋他都敢售卖啊 太大胆了 蛋仔终我让大家远离细谜稻草人的原因就是因为 伙伴们,蛋饭子周边蛋消失了 我怀疑细谜稻草人就是周边蛋伪装的 我有证据啊 伙伴们,今天我在凌晨十二点玩蛋仔的时候 我竟然发现了细谜稻草人的身后 竟然出现了一个被他拐卖的蛋仔 这是我的朋友呀,名字叫赵小小果 伙伴们,我吃了很多种方法都没有把他救出来 所以我才说游戏中一定要小心细谜稻草人 他是新版本的蛋贩子 他会在深夜拐卖蛋仔啊 我太重了 我还给我动 我太重了 我受伤细谜稻草人的 大家不给你 融合